大家好,歡迎來到有愛唐信陪報的YouTube Channel,我是嘉慧 大家訂閱了這個頻道沒有? 沒有的話,可以用一點時間按一下訂閱鍵,再按旁邊的鐘仔 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這個頻道的資訊了 今集實用短孫日語的內容,我會教大家吃飯時講的日文 如果你們看過日劇,又或者日本的電影,相信都會留意到 日本人在吃飯之前會講一句話,在吃完飯之後又會講一句話 這兩句分別是,いただきます,以及,ごちそうさまですだ 這兩句話,我們很多時看到日本電影的翻譯,會翻譯成 我不客氣啦,以及,我吃飽啦 聽上去好像是很普通的兩句話 但其實真正的意思並不是這樣的 這兩句話的背後,其實是反映了日本人的感恩文化 首先講一下,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詞語本身是解我領受的意思 它的由來是古時當人接受一些拜過神的祭物 又或者由身份地位高的人手上接受禮物的事所做的動作 所以,我領受是有一個感恩的意思 日本人在餐桌上講這句話,就是要表達他們的感謝 不僅是對煮這頓飯的人 亦包括種米、種菜、養豬、養牛的人 總之就是向供應這頓飯的所有人去表達感謝 不僅如此,除了感謝人,日本人還認為要感謝食材 平時我們吃的牛肉、豬肉、蔬菜等等都是有生命的 所以,人吃飯的時候其實是領受他們的生命 而日本人的いただきます 就是對他們的付出獻上感謝 然後,到吃完飯的句話 各位所謂的,他的典故又是怎樣呢? 在古時,當日本人要準備一頓比較豐富的燃殖時 通常他們都要從很遠或不同的地方運送一些食材 回到家才能煮得到 而當時他們普遍會用馬來做運輸工具 這一個的情境,日文就叫做持酒 好 就是來自這個典故 事實上,這句日文的漢字其實是這樣寫的 意思是煮飯的人為自己煮這頓飯而奔波爐碌 為此,食飯的人亦向他表達感謝 這就是日本人在餐桌上的感恩文化 作為基督徒,其實我們同樣都是尊重生命和懂得感恩 不過相比起對人和食物 我們更加知道,賜下生命和一切所需的是上帝 所以我們就會以借飯土去表達我們的感恩之情 在這個層面上,日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都有類似之處 好,今集的內容就來到這裡 最後我們一起讀多次這兩句說話 吃飯之前,我們會說 Itadakimasu Itadakimasu 吃完飯之後,我們會說 ごちそうさまですだ ごちそうさまですだ 如果你喜歡這集的內容 請你Like和Share 我們下一集見,Bye Bye